基隆市议员当选人施伟正以及郭美秀和地方上各界热心公益的明代商家团体赞助下 再加上一年来中山区安平里里长杨荣峰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以及全体志工们努力推动资源回收所得的经费 连续第23年在农历春节前办理关怀老人东令救济活动 帮助里内30多户弱势家庭和民众每户制赠生活物资必需品以及600元的红包 88年开始就办理这个冬年救济 我们93年有办理一个资源回收 我们从93年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资源回收的这个所卖的经费我们把它累积下来 放在这个年中的时候 记住在老人家 低收入户 中低老人 还有赌基老人 我们就是 尽我们的力量 帮助这些弱势团体 最近有一些民间团体也加入我们的行列 关心我们这些老人 使我们比较轻松一点 因为每次都发放了三十几个人 三四十几个人 我们的压力也很大 在冬令的时候能够来办这个冬令救济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我们通常在冬天大家都知道基隆是个英语 然后冬天比较寒冷的都市 那大家比较容易感觉到会有孤独跟无助感 那在这个时候能够有一个礼办公室 来举办冬令救济这样的活动 能够让里内的比较一些失去依靠 或者是一些比较辛苦的人 他们能够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获得一点温暖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也决定能够捐助一点自己身边小小的物资 来跟我们安平里的里长 洋荣峰里长来共享盛举 也希望我们这个安平里 每一年的冬天救济 能够越来越丰富 也邀请社会大众一起来参与 长年以来洋荣医员也都是在每年会捐赠物资 如油 酱油 油 还有米粉 那今年呢我是准备QQ面 总共有32份 跟洋荣里长共相胜举 那感谢洋荣里长 也希望他这次的活动共成圆满 谢谢 包括基隆市长当选人谢国梁和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也都特地派秘书来支持 中山区公所长官也到现场肯定共襄盛举这项活动 除了自赠生活必需品和红包给弱势加户民众之外 里长也安排在安平里民活动中心 现场办理易剪头发的服务 里长杨龙峰感谢社会各界的赞助和支持 让里内弱势家庭和民众在农历年前都可以感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温暖和关怀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